神兵天降,中国女排鸭绍真元,一米94冠军救星来袭,恭喜林盈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,我是阿三 众手周四,那么中国女排结束了前两周的比赛之后,接下来呢,还有第3周的小组赛要征战 这第3周的比赛呢,我们要分别面对巴西,波兰,还有韩国,等等一些非常厉害的劲敌 所以对于中国女排而言,第3周的比赛也始终不能够放下松来 我们始终要以最强的状态,最强的阵容呢,去面对这些对手 争取获得好的成绩,才能够有机会呢,实现我们赛前定向的目标,就是进入总决赛 从目前来看的中国女排呢,想要在第3周的比赛取得好的成绩呢,那么必须针对第2周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修正 尤其在复工方面的一些人员出现的问题呢,我们在第3周的比赛也确实有必要呢,去替换一些人员 让更多年轻有实力的一些球员呢,能够顶上去,帮助中国女排进攻立业 从第2周的比赛来看,不管是袁星月还是王元元,那么他们整体的状态,包括进攻的态势呢,都不是特别的强猛 所以导致我们整体的进攻火力呢,是比较弱的 这样一来呢,也就给了身高比较矮的日本女排的一个比较大的机会,最终让他们逆袭了打败了中国女排 所以到了第3周的比赛,那么在复工方面呢,我们整体的人员呢,应该进行火力的升级 而下角让我们球迷非常欣喜的事呢,实际上在中国女排这边呢,还真的有一个队员的话,其实一直呢,都没有进行一个使用的 那么他对于我们中国女排而言呢,实际上是一个神兵天将,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 对蔡宾而言,如果接下来能够给予这个1米94的冠军球员有更多的机会的话,那么中国女排呢,完全能够有机会赢得胜利 从目前的球员出正名单来看呢,这个冠军的七五七呢,就是中国女排 非常优秀的年轻副工手高一的 我们知道高一啊,说实话的,虽然说目前的没有出场机会,但是实际上呢,他作为一个年轻的队员呢,在攻防两端呢,是非常有优势 而且整体的技术呢,是比较全面的 所以实际上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天赋 非常有潜能的一个副工球员 那么在第1第2周比赛当中,他没有能够有出现机会啊,其实一度呢,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争论 大家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蔡宾这一边呢,没有能够去大幅度去使用高一,为什么没有能够更 多的机会呢,给到高一,那么他呢,本身是一个能够帮助中国女排 建功立业的这么一个好的球员 而且大家也知道呢,高一曾经跟随狼平呢,夺得过亚洲杯的冠军 所以他本质上也是见识过国际性大赛的一个经验 所以其实对于蔡宾而言呢,接下来的话,如果说能够给到这个强缘更多的一个机会呢 相信在复工方面出现了一个问题 能够得到解决 而且呢,我们也知道在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,李英英呢,也特别强调说呢,目前整个球队在配合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大家呢,也显得比较急躁,打的比较毛躁,所以呢,落入了对方的节奏当中 所以其实对于李英英来说,他当然也非常期待,也能够有迎来更多好的 帮手来帮助自己呢,提高整体的进攻效率,尤其在依传方面呢,也能够得到保障 这样一来呢,他才能够带着领着整个球队取得更好的成绩 所以说实话,目前来看的高一呢,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除此之外,就像我们此前的视频当中所说的 包括杨涵玉和郑义兴的这两个年轻的主力呢,也应该得到更多的出场机会 只有我们通过充分的调兵变将,通过不一样的一个阵容变化呢,才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也能够呢,让这些年轻球员插出不一样的化学反应和火化 这样一来呢,中国女排才能够在后续的比赛当中,不断有更多的清洗 给到我们的球迷 所以接下来对教练主而言呢,关于这个调兵潜将方面的话 在第三周的比赛确实应该呢,有一个更加大胆的尝试 好了,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,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,拜拜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天